同学聚会上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女友输了 选了大冒险 在他前男友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老同学们都不怀好意地朝我投来绿色的目光 等着看好戏 可我只是怂怂间笑着说道 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 要不你俩去开个房 上个月 CBA总决赛就在我们所在的城市举行 我和柳如烟都是篮球爱好者 为了能近距离看比赛 我从黄牛这里买了高价票 弄到了A区的两张连号座位 我和柳如烟约定好 下班后就在体育馆门口见 但比赛开始了 也没见他人 等晚上他回来 才知道他和陆成峰去看画展了 那是个高级画展 都会带一个女伴 我说陆成峰那么帅的男人 身边就没有女的 柳如烟说 陆成峰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当时就笑了 柳如烟一个连范高都不知道是谁的人 竟然成了画展最适合的女伴 我们冷战了半个月 今早 我俩都休息 吃了早餐之后 他破天荒的没有去睡回龙觉 而是盘腿坐在沙发上 刷着手机 我知道 这是他在等我道歉 求饶 七年来 每一次吵架 不管对错 都是我先低头认错 开始我觉得这是一种包容 是爱的风险 但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模式 他无理取闹 我委屈求全 他知道我爱他胜过他爱我 爱情的天平朝着他倾斜 稍微给我一点阳光 我就会觉得幸福 他就像一个训兽师 给我一鞭子 再给我一口吃的 我们之间的关系 全凭他掌控 等我把碗筷都收拾了之后 他已经回房间了 我发现沙发上 有两张动漫节的入场券 一直以来 我都很想和他去一次动漫节 让他感受一下二次元的魅力 但提过几十次了 都被他拒绝了 他觉得动漫很幼稚 可笑的是 之前陆成峰邀请他去看漫展 他却欣然服约 我气愤的质问 动漫节和漫展有什么区别 他说陆成峰去漫展 是找美术灵感 我去动漫节是玩耍 性质不一样 其实我心知肚明 哪怕一天都在破公园里坐着 都是幸福的 不对的人 哪怕带着去浪漫的土耳其 也是乏味的 回到书房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看到动漫节的门票了吗 我回复看到了 明天我请半天假 下午一点小区门口见 如果换座以前 我一定会兴奋的跳起来 跑到他的跟前 感谢他对我爱的施舍 但现在我的内心却风平浪静 我淡淡的回复了两个字 好的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 我在小区门口没有等到他 那么多年来 我永远都是提前到的那个人 有时候要等上两个小时 他才姗姗来迟 迟到了 还会责怪我 发那么多消息干嘛 催魂吗 我又不是不来 每一次 我都会陪着笑脸 自责自己没有耐心 这一次 我决定不等了 也不发信息了 我直接开车去了动漫节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没必要的人身上 到了动漫节现场 人声鼎沸 欢声笑语 小姐姐们咔吹各种动漫人物 我和他们一起合影 将所有展馆都逛了一遍后 心满意足 回去的路上 我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无意间看到 陆成峰把朋友圈内容 分享到了同学群里 佩图是一个女人背影 佩文 猜猜我的女朋友是谁 这个背影我太熟悉了 我在同学群里 回复了三个字 柳如烟 原本活跃的同学群 一下子就沉默了 这些年来 她的每次爽约 都是因为陆成峰 之前我都会难受的窒息 爆炸 但这一次 我却很平静 回家后 我洗漱完 就去了书房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听到客厅有摔破碗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她把客厅的灯全部打亮 拖鞋划过地板 发出很响的摩擦声 就这么在客厅来回走 之后 她打开了书房的门 我能感觉她在盯着我看 我故意装睡 不想理会她 如此过了几分钟 她把书房的灯打开了 我依旧装睡 很快传来喷的一声 她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我心里很奇怪 爽约的是她 为什么她还能发那么大的脾气 难道就因为我在同学群 点了她的名字 还是因为我没问她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陆成峰的女朋友 早晨 我煮了两碗方便面 她看到方便面的时候 脸色很阴沉 之前我每天都会换着花样做早餐 有时候还要配合她的生理期 进行搭配 若是她要减肥 我还要严格计算卡路里 在她的鞭策下 我的厨艺都可以开饭馆了 为什么不问我 她突然质问我 问你什么 我装糊涂 我没陪你去动漫节 哦 你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昨天下午 陆成峰的爸妈来了 她爸妈一直催着她结婚 陆成峰没办法 只能让我假扮她女朋友 挺好的 住人为乐陆成峰朋友圈那张照片 就是开玩笑的 我和她之间就是朋友关系 我知道 你们之间是纯友谊 我不会多想的说完 我就起身去公司了 晚上七点我回到家 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个名人的手办 柳如烟从卧室走出来 说道 知道你喜欢火影忍者 特意给你买的 谢谢 怎么感觉你不喜欢 喜欢我敷衍一句 之后 静止去了书房 在一起那么久了 也一起看过火影 我无数次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是火影里面的塔卡西 可柳如烟似乎都遗忘了 下意识地以为 火影迷都喜欢主角名人 我把名人手办 放进了橱柜里 拿起手机看了下工作群 发现陆成峰又分享了什么东西在同学群 第一张照片是柳如烟和陆成峰在手办店 第二张是白胡子手办 佩文 只和她说过一次 她就记得我喜欢白胡子 真的被她感动到了 我笑了 原来是给我顺带的礼物 我将名人手办扔到了垃圾桶里 没有一点犹豫 过了会儿 柳如烟走进书房 坐在我的身边 柳声道 我肚子饿了 我回来的时候 已经在公司吃过了 我说我饿了饿了 就点外卖吧 她愤怒地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同时也看到了垃圾桶里的名人手办 你什么意思 把我给你买的礼物就这样扔了 不是你说的吗 玩物丧志 我之前那么多手办都游记回家了 现在这个留着也是站地方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看了看手机 然后怒道 不就是我也给陆成峰买了一个手办吗 你至于那么小鸡肚肠吗 换做以前 我会气得颤抖 会诉说委屈 但这次 我只是很平静地说道 我真的只是不喜欢手办了 她愤怒地转身 摔门而去 我端着咖啡 看着窗外细细细的雨 心绪出奇的宁静 要是换在以前 柳如烟拴门出去 我会焦急地去找她 就好像躲猫猫 她躲起来 我则是在大街上疯狂寻找 然后打遍通讯录 最后再网吧 晾饭KTV或者哪个同学家 球爷爷告姥姥地将她请回家 但现在我心如止水 原本 她虽然会闹脾气 会任性 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爱 我只当吵闹是恋爱中的调味品 这些年来 我们的足迹遍布整个城市 一起熬夜看篮球比赛 一起去室内攀岩 一起为爱潮添置家具 一起畅想美好的未来 但这一切都因为 陆成峰回国改变了 从大一开始 柳如烟就暗恋陆成峰 一直到大二上学期 她才和陆成峰在一起 仅仅一个月后 陆成峰就去了国外念书了 我和柳如烟是大三 在篮球社相识相恋的 算算时间 在一起七年了 而七年的时间 却抵不过那一个月时间 有那么一句话 爱一个人 和时间无关 有时候一眼就是一辈子 有时候一辈子在一起 也记不起爱的浪花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大学时候 最要好的朋友杜峰 大学毕业前夕 他曾经邀请我一起创业 我愁出满志 跃跃欲试 但柳如烟说 不要折腾 不是每个人 都能创业成功的 于是我熄灭了 创业的激情 甘于平淡 而杜峰现在的动画公司 已经很有规模了 兄弟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杜峰说 这些年我做得不错 公司现在要扩大 需要信得过的人才 我很多年没有做动漫设计了 我相信你的天赋 我思绪万千 这些年别人都在进步 我却一直围着柳如烟转 为他学习做菜 帮他的社交账号拍摄视频 增加粉丝 为他工作解决难题 有时候他工作上的策划书 和PPT都是我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迎合柳如烟 而逐渐的失去了自我 自从陆成峰回来后 柳如烟和我之间就有了隔阂 不管我怎么舞 多舞不热他 反倒是陆成峰什么都没付出 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柳如烟屈之若舞 为陆成峰搬家 周末去给陆成峰整理家务 借钱给陆成峰买车 当我问及他是不是旧情复燃 他骂我小人之心 说陆成峰回国后 很多地方需要帮助 过了三个小时后 我接到了陆成峰的电话 李天哥 你他妈是个男人吗 大半夜的 下着那么大的雨 如烟一个人在外面 你就不担心吗 陆成峰歇似底里的骂道 他身边不是有你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 我平静的反问 不等他说话 就挂断了 第二天早上 我走出书房 发现柳如烟回来了 他气呼呼的坐在沙发上 我感冒了 我拿出体温枪 给他测了一下 36.7度 没有发热 你没感冒 我知道 他这时又开始无理取闹了 原因就是我昨晚没有去找他 我再说一遍 我感冒了 好 我去买药半小时后 我买药回来 进门就看到了陆成峰 乖 感冒冲击有点苦 但凉要苦口 咱们忍住喝下去 感冒就好了 陆成峰不怀好意的瞥了我一眼 明显他想惹怒我 换作以前 我醋毯子会打翻 会和他争一个高低 但现在看到这一幕 我却丝毫没有连衣 柳如烟把感冒冲击喝了下去 陆成峰立马包了一颗糖 塞进他的嘴巴里 我还买了头包 白加黑 布洛芬 我看看你适合吃哪一种放下药后 我转身就要出门 你要去哪里 柳如烟突然喊道 上班陆成峰善善道 你害了如烟感冒 还有脸去上班 我笑笑回道 不上班 你养我 你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说完 我出门了 公司 早上十点半 同学群一直有消息在叠加 我拿起来看了看 不出所料 是陆成峰的分享 第一张照片是一碗粥 配文写道 第一次熬粥就成功了 我怀疑我有做饭的天赋 第二张照片是陆成峰 喂柳如烟喝粥 配文写道 请了一天假 照顾生病的他 第三张照片是在那一店 配文写道 谁知道如烟穿多少号的 在线的 很急 九部发言的同学 也加入到了八卦中 给了很多答案 那一在第一个橱柜 第二个箱子里面 我回复了一句 顿时 整个同学群都安静了 这么多年来 都是我洗衣服 收衣服 一年四季的衣服 也是我规整的 我就好像一个嬷嬷 为他服务着 他未曾给我洗过一次衣服 哪怕是袜子都没有 但可笑的是 他去陆成峰家里 就会变成勤劳的小蜜蜂 不仅能洗衣做饭 还能扛电器 我有过怨言 但他说陆成峰是做美术设计的 他的手就是吃饭的家伙 手势掏粪的 下班后 我去了杜峰的动画公司 足足三层楼的公司 是他买下的 而且杜峰还参与了 国内好几本热印的国漫片 他说这几年国漫在崛起 让我千万别错过机会 听后 我心潮澎湃 我说我试试 他给了我一个任务 动漫人物服装设计 设计要趋于国风 要贴合人物 这很考验从业者的实力 我接下了任务 只要完成任务 就说明我适合他的团队 每天下班后 钱那么费尽心思换着花样 吃饭完之后 我就直接去书房 设计动漫服装 当我把所有心思 都扑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上后 我感觉生活无比的充实 回想前几年 我真想给自己两巴掌 虚度光阴 这天他回来后 说柔柔要结婚了 柔柔是我们共同的好友 柔柔让我当伴娘 我想买几件衣服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了下说道 后天下午一点吧 好的 那到时候你能来公司接我吗 好后天下午一点 我准时出现在他公司楼下 让人意外的是 他已经在楼下等了 这让我有一种人物对调的错觉 之前一直都是我等的 上车 等一下 等什么 我疑惑到 不远处 陆成风气喘吁吁的 拿着两瓶饮料跑到了跟前 边上不就有一家超市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柔如烟问道 边上那家超市没有这个 陆成风亮出了两瓶饮料 我知道你喜欢喝元气森林 这是元气森林 刚出的柠檬味 我跑了两条街才买到的 上车把柔如烟很自然的坐到了后座 陆成风紧跟随后 反正每一次只要有陆成风在 柔如烟都坐在后座 之前我也吵过 说你俩坐后座 我就像个司机 柔如烟说我小心眼 哎呀 忘记给李天哥买一瓶了 陆成风洋装到 他这是存心想激怒我 以前我会怒火攻心 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 天哥 成风是美术方面的专家 我让他也帮我一起参谋一下衣装 毕竟是要当伴娘 你不介意吧 柔如烟解释道 我不介意来到一家女士精品店 陆成风帮着柔如烟挑选衣服 女老板笑呵呵的对说道 你这个做男朋友的真贴心 陆成风得意的斜眼看望 对于他的挑衅 我根本不予理会 把这几天的动漫服装设计稿 发到了杜丰的私人邮箱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别人误会了 每次只要有陆成风在 别人都会以为他和柔如烟是一对 而柔如烟也不做解释 曾经为了这件事 我们吵得很凶 但最后还是与我认错结束 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你心眼比真眼多小 买了一条开胸包囤裙 柔如烟朝我看 我朝陆成风看 这七年来 我一点积蓄都没有 全部花在了柔如烟身上 大到他买车 小到袜子 我都出钱了 最后还是柔如烟自己付了钱 看着包囤裙 我笑了 陆成风没有回过钱 我曾经给柔如烟买过包囤裙 恋人之间总归要有点小情趣 但被他骂了 说我无耻不要脸 他说这种裙子 前面裹不住胸 后面包不住屁股 怎么穿出去 但自从陆成风回国后 衣柜里就多了好几条包囤裙 接下去 再去做个造型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染个发 比如酒红色陆成风建议到 天哥 你觉得呢 柔如烟问我 我心里只觉得好笑 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他从来没有染过头发 有好几次我故意怂恿他染发 他说染发致癌 而且染过的头发很难打理 我有事情要先走一步 杜峰收到我的出稿后 很是赞赏 发信息让我立即去他公司 有什么事情比陪女朋友还重要 陆成风酸溜溜的说道 让他走 又不是他走了 地球就不转了 柔如烟气呼呼的 来到杜峰公司之后 和他的团队一起开了创意碰头会 团队里的人对我的作品很欣赏 希望我能早点加入 有了大家的认可 我心里也有底气了 于是下午就去公司 办理了离职手续 回到家后 柔如烟还没有回来 我也懒得做饭 就点了外卖 吃完之后 我就在书房 继续搞创作 九点多的时候 柔如烟回来了 他笑嘻嘻地走进书房 好看吗 他穿着下午买的包屯裙 原本乌黑的头发 染成了酒红色 好看 我说了假话 我去洗澡 他满意地走了 大二下半学期 我在篮球场 邂逅了柔如烟 他穿着篮球服 汗水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熟练的运球 乌黑的马尾便 随着运球晃动 起跳 进球 从此我迷恋上了 他一个运动女孩 现在的他 穿着包屯裙 染了一头红发 原本那个英姿 萨爽的他 已经渐行渐远 洗完澡后 他敲了几下书房门 都在书房睡了半个月了 回卧室睡吧 我还有工作没完成 你先睡吧 我拒绝了 他阴沉着脸回了卧室 三天后 东方大酒店婚宴厅 我和柳如烟 来参加柔柔的婚礼 看着柔柔和新郎 在台上甜蜜的样子 我有些感慨 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五年 已经计划结婚的事宜 我们看了婚纱 规划着蜜月去哪里旅游 还兴奋地熬夜 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字 但这一切都因为 陆成峰回来后 改变了 他就好像失忆症 再也不提结婚的事情 我气得逼婚 他说我失业还没稳定 让我再努努力 如烟 陆成峰突然坐到了柳如烟右手边 我在他左手边 这里有人坐 他说道 我和七家家换座位了 西西陆成峰抓过一个螃蟹 开始剔肉 不多时就剔出全部肉 递给柳如烟 我知道你喜欢吃螃蟹 但是没耐心包 柳如烟朝我看了一眼 没事 有免费劳力挺好 我淡淡的 这让柳如烟不爽了 脸哒拉了下来 过了半小时 舞台上开始做游戏 赢的一组 可以获得一台苹果手机 如烟 走 去赢下这台苹果手机 陆成峰拉着柳如烟上台了 一共上去六组人 不是夫妻 就是情侣 游戏是压气球 两个人面对面 中间放的气球 两个人用身子压气球 压迫气球的数量 最多的一组就获胜 游戏开始后 陆成峰和柳如烟 配合得很默契 两人的身体 不断地挤爆气球 也不断地撞击在一起 我突然想起 前年也是一个同学结婚 也有压气球的游戏环节 当时我想和他一起上台 但柳如烟说 众目睽睽下 压来压去 多尴尬呀 而且压爆气球会痛的 我懒得继续看 管自己干饭 很遗憾他们没有拿到第一 只拿了的安慰奖 奖品是两个钥匙扣 吃饱喝足后 我说到 我先回去了 手上还有工作 那我也回去 柳如烟跟着起身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了酒店 如烟 陆成峰此时追了上来 怎么那么早就走了 我们几个老同学 还约好等下去唱歌的 你们去吧 我有些累了 柳如烟竟然拒绝了 陆成峰明显愣住了 你不是最喜欢 和我一起唱歌的吗 我们可是最佳情歌搭档 我都组好局了 你不去 大家也都会扫兴的 我真的累了 今晚就不去了 是不是因为李天哥 李天哥你还是个男人吗 那么小心眼干嘛 又不是我和如烟 两个人去唱歌 而是一群同学一起去 还有 你没权利限制 如烟的人身自由 陆成峰把矛头对准了我 我懒得理他 管自己走 柳如烟紧紧地跟着我 陆成峰上前 拉住了柳如烟的手 如烟 你别理他 陆成峰你别胡闹了 行不行 柳如烟提高了音量 甩开了他的手 陆成峰呆立当场 车上 他解释到 是他硬拉我上去 玩这个游戏的 没关系 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我怕你生气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 我怕你生气这句话 可是我的专用句 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和很多朋友 都没有再聚会了 有一次 一个从外地回来的发小 约我喝酒 想着很久没见 就去了 晚上八点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来了 没好气地问我几点回去 挂断电话后 我和发小道歉 立马赶回家 他双手暴毙 冷冷地问我 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怕你生气 就早点回来了 回到家 我依旧钻进书房 过了一小时后 他穿着一点低胸睡衣 走进书房 今晚回屋里睡吧 自从陆成风回来后 他就没穿过低胸睡衣 生怕我气歹念似的 好 我决定晚上和他摊牌 继续这样无意义地消耗 对两个人都不好 半小时后 我回到卧室 他翻身搂住我 如烟 我有一些话要对你说 刚说完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陆成风 如烟 我手被割伤了 流了好多血 很严重了 应该很严重 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好的 你等我柳如烟挂断电话后 对我说 天哥 没事 你赶紧去 我把他送到医院 就马上回来 看着柳如烟飞速的穿衣 出门 我想起之前 我在家里突发懒尾炎 给他打电话 他说肚子痛就吃两颗药 死不了人的 最后我在快痛的昏迷之前 拨打了120 而他哪怕是割破了手指 我都会请假 飞奔回家里 单向奔赴的爱情 是没有终点的 也是时候结束了 第二天晚上七点 柳如烟给我发信息 问我几点回家 我说不确定 晚上十点多 我去车到了家门口 柳如烟竟然在楼下等我 等待 不是我的专利吗 下了车 他自嘲道 原来等人的滋味那么难受 以前让你等我那么多次 真是抱歉我哑然 叹气问 你在楼下等我干嘛 我怕你不回来进了家 他给我拿了拖鞋 这让我感觉不自在 怎么你现在都那么晚回家 在加班吗 他问道 原先的工作辞了 现在在杜丰的公司上班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没和我说 你不是说过 我工作上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吗 那么多年来 我每次在工作上获得成功 亦或者挫败 我都会和他分享 但每一次 都是热脸贴冷屁股 他总是很不耐烦地说 你工作上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现在倒好 怪我没说 只要是你喜欢的工作 我都支持你 他没有发火 而是温柔地说出了这番话 完了我平静到 我已经没有办法 找回当初的那种感觉了 我对你的爱 也已经消磨殆尽 我们分手吧 他听后 脸色仓皇 眼神闪躲 突然成了一个无头苍蝇 掏出手机 又塞回口袋 我突然想起 要买个东西 当分手在眼前 他开始逃避 夺门而去 他一夜未归 晚上 回到家里 他还是没回来 我给他发信息 都是成年人 逃避是没用的 总归要面对现实 他回复我 我们需要冷静一下 给彼此一点时间吧 三天后 晚上七点多 我回到家 他回来了 天哥 你回来呀 我做了你喜欢吃的小龙虾 红烧鱼柳如烟满脸的喜悦 赶忙成饭 我看到他手上贴着窗口贴 一定是切菜的时候 伤到了手 坐下后 他就开始为我包小龙虾 一边包 一边说着他工作上遇到的趣事 我感觉 人物又对调了 以前 都是我包着小龙虾 然后说着趣事 而他要么刷某宝 要么刷某鹰 对我一脸的敷衍 味道怎么样 他期待地问我 挺好的 那就好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我叹息一声 他又说了我的专用句 之前他只要刷到什么网红菜系 就会让我做 我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做好几次后 自己满意了 才做给他吃 他尝一口 认同后 我才尝出一口气 说那就好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吃完饭后 我要收拾碗筷 他阻止我 让我休息休息 洗好碗后 他坐到我身边 拿出两张动漫展的门票 天哥 这个周末 我们一起去动漫展吧 我知道他是想弥补我 想挽回这段感情 如烟 有些事 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平静地说道 不 我不分手 他死死地拽住我的手 泪如雨下 我知道之前都是我不好 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摇头 继续下去 只会两个人都痛苦 放手是最好的选择 不 他抽气道 我不要放手 天哥我爱你 爱我就让我走吧 我走进书房 从柜子里拉出 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 他奔跑上来 拦住我的去路 天哥 别走 求求你了 我改 我一定改 他痛苦地哀求着 相持了许久 他始终拦着 这时候 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 开门 如烟你在吗 你是不是出事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回复我信息 信里的 你对如烟下了什么骨 是不是你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你这是非法拘禁 是要坐牢的路成风 在外面大喊大叫 你好朋友来找你了 我淡淡的 他打开了大门 路成风一把搂住他 如烟 你没事吧 这几天我都担心死了 柳如烟一把推开路成风 你不要动不动就抱我 我没事 现在我很烦 你回去 行不行 是不是李天哥挑拨咱俩的关系 路成风朝我吼 你还是个男人吗 心眼怎么那么小 还有 你们没有结婚 如烟还不是你老婆 闭嘴 柳如烟怒吼 你冲我发火 路成风惊恶 别再来烦我了 有多远滚多远 柳如烟 歇斯底里的吼 如烟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李天哥威胁你了 我揍他 路成风按住柳如烟的双臂 想要一个答案 啪 柳如烟甩了他一个耳光 路成风瞠目结舌 震惊地待在原地 我拖着行李箱朝门口去 柳如烟冲上来 拉住我的手 苦苦哀求 天哥 求求你别走 路成风从后面抱住柳如烟 让他走 以后我来照顾你 我用力一拉 正脱了他的手 决然地离开了 身后传来他撕心裂肺的抽气声 天哥 别丢下我 求求你别丢下我 为了彻底结束这段感情 我让杜峰叫我去苏承分公司 离开这座城市 再也不见柳如烟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面 我都忙着工作 也做出了一点成绩 对于柳如烟 我已经把他打包 放进了记忆的陈海中 我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和柳如烟见面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 有人敲门 打开门 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柳如烟 邻居你好 你家里有醋吗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知道吗 我昨天搬到你对面了 如烟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可以再开始 我要把你追回来 你简直不可理喻 是的 以前的我真的不可理喻 我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和路成风没有边界感 让你很难受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天哥 我们重新开始吧 覆水难收 你不要无用功地浪费时间了 我是不可能回头的 我不信 她的眼底湿热了委屈 忧怨 楚楚可怜地咬着唇口 我关上了门 她没有再敲门 一日 我出门上班 看到家门口放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热乎的豆浆 尖角 鸡蛋 还有柳如烟写的纸条 从今往后 我每天都会给你送早餐 爱你的如烟 想起大学纳惠尔 我每天都是最早一批去食堂 买了早餐去女生宿舍楼 让女生带给她 只为了她能多睡一会儿 尽管如此 她还会埋怨 食堂的早餐不好吃 让我去校外两公里外的一家包子铺 买早餐 说那家包子好吃 于是我在那段时间里 风雨无阻地去买包子 想起这些 我把早餐放到原位 晚上十点多 我回到家 看到早餐已经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美的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是卡卡西的手办 而且还是珍藏版 珍藏版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应该是从玩家手上高价买的 我默默地放下 进了家 每天她都会把早餐放在我家门口 每次我都没有拿 如此过了半个月 苏承分公司 中午 我准备点外卖的时候 一位女同事将两盒饭菜放我面前 李哥 你女朋友真好呢 给你送饭来了 我醋没 知道是柳如烟 她不是我女朋友看了看饭菜 是辣子鸡 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七年 我都快忘记自己是个川属人了 她是南方人不吃辣 为了迎合她 我舍弃了最喜欢的辣椒 下班回家后 我把辣子鸡饭盒放到了她的家门口 我一口没吃 她还是继续给我送午饭 每次都有辣椒 想弥补这七年来的亏欠吧 但我每次都会还回去 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这天下起了暴雨 我的车因为发动机问题 停在小区没开 我站在分公司门口 准备打车 就在这时候 柳如烟冒着大雨跑了过来 天哥 我来接你了 她全身湿漉漉的 头发都在滴水 十分狼狈 哎呀 我忘记拿雨伞了 你再等我一会儿 她又折返去车上拿雨伞 停车场距离门口有两百多米 看她这样子 我想起有一次 她公司在山上团建 那天下着暴雨 她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她 山路坑洼 我抱胎了 淋着大雨换轮胎 等到了山顶民宿 她还埋怨我 让她久等了 隔天我感冒了 她说我真没用 零点雨就感冒 等她拿着雨伞 跑到分公司门口的时候 我已经冒雨走了 过了几天 天气转凉 她敲门 天哥 天气冷了 我们之间真的已经结束 不 我不能失去你 只要你愿意复合 打我骂我都可以 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秋风起 柳如烟竟然去了我老家 那个山里小县城 在一起的七年里 我无数次提过 想过年的时候带她回老家 但她很果断地拒绝了 说我老家 厕所都在露天 一股子恶臭 还有吃不惯我老家的菜 她带着礼物 要求我父母替她说话 叔叔阿姨 之前是我忽略了天哥的感受 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们帮我说说好话 我不能失去天哥 她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我的父母 这一举动 吓得我父母连忙拉遢 但她说什么都不肯起来 我父母只好给我打电话 我很震惊 我和父母说明了情况 已经分手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们老年人不方便多嘴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父母心里多少 还是不待见他的 叔叔阿姨 我不走 以后我会好好带天哥的 我发誓以前都是我犯贱 是我无知 让天哥伤心了 叔叔阿姨 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她淒厉地哭着 全身颤抖 最后还扇自己耳光 我父母下的手足无措 最后答应她 会帮忙在我面前说好话 等她回来后 我在她家门口 她一下子扑上来抱我 被我推开了 我爸妈已经听你说了好话 但我真的无法再接受你 我的心已经冷了 再也五不热了 另外我爸心脏不好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去我家 打扰我父母说完 我就进了自己家 几天后 晚上八点 我在分公司加班 几个同事突然跑到我跟前 天哥 那个女的穿着婚纱 在咱们公司楼下 要向你求婚 我皱眉 原本不想搭理 但很多同事 都趴在窗口看热闹 逼得我不得不下去 到了楼下 看到地面用蜡烛 摆出了一个爱心的图案 柳如烟穿着婚纱 手上拿着戒指 深情地看着我说道 天哥 我们结婚吧 我不愿意 我拒绝了 陆成峰回国后的半年 我就感觉到了柳如烟感情的摇摆 当时我很害怕会失去她 于是就如同此刻一般 在柳如烟公司楼下 用蜡烛摆出心情 拿着钻戒向她求婚 但被她果断拒绝了 她还说我给她丢人 让她的同事看笑话了 天哥 我已经和陆成峰没有来往了 真的 你看 通讯录都拉黑了 我真的想和你结婚 只要能和你结婚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说着她 煽然泪下 已经不是陆成峰的原因了 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真的不爱你了 不 你是爱我的 她疯狂地扑上来抱住我 我跟木头人似的 任由她抱着 十几分钟后 大风吹灭了蜡烛 她的眼泪也枯干了 松开了手 凄凉地转身 朝着黑夜举举独行 一周时间过去了 柳如也没有出现过 我以为她想通了 落幕了 没曾想 她去了 我们曾经约会过的每一个地方 她拍了很多图文照片 发到朋友圈 还分享到了各个同学群 追忆和她去过的室内篮球场 我崴了脚 她背着我去医院 追忆和她去过的网红火锅店 这么多年一直吃的都是清汤锅 今天我点了一份辣锅 我流泪了 不是因为辣的 而是思念她 追忆和她去过的北高峰 蓄日东升 美轮美奂 你不是说过 我们还要一起来看日出的吗 对不起 是我弄丢了你 追忆和她去过的蹦击场 没有她在 我没有勇气在跳 没有她在 我整个世界都是孤单 恐惧 回来吧 这一次我一定好好珍惜 整整一个月 她把我们去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字里行间都是后悔 但心凉了 就是凉了 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我把她的微信删了 也退出了同学群 一天晚上 她突然敲我家的门 天歌 你开门 开门呀 我听她的状态很不好 开了门 一股浓重的酒味扑鼻而来 她猛地抱住我 我一个猎气往后退 你喝多了 天歌 我没喝多 我不能失去你 她垫脚 想强吻我 我重重地推开了她 她倒地 撕心裂肺地哭 你喝多了 回去吧 过了两个小时后 她打电话给我 我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天歌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贱人 我不懂珍惜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好爱你 电话那头 她声音急促 如烟 好聚好散吧 我叹息道 好 既然你不愿意重新接纳我 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别想不开 爱情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如烟 那头挂断了电话 我继续睡觉 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洗上心头 过了几分钟我起床 去敲她家的门 但是没人开门 我尝试踹门 但是踹不开 急忙拨打了110和120 警察带着装备 撞开了门 柳如烟躺在床上 手腕有一道深深的口子 染红了被单 医院内 经过抢救 柳如烟脱离了危险 我给她最要好的闺蜜柔柔打了电话 等早上八点多 柔柔赶到了医院 同时来的还有陆成锋 如烟 你怎么那么傻呀 是不是这个畜生逼得你自杀的 陆成锋转身揪住我的衣领 做事要打我 我先发制人 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身体素质 绝对是我强 如烟 他竟然敢打我 陆成锋委屈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声音沙哑地说道 陆成锋 你滚 我不想看到你 既然柔柔都来了 我就走了 身后 柳如烟还在用力呼唤我 天哥 你别走 几天后 柳如烟出院了 他在电梯口等我回家 谢谢你救了我 他脸色还是很苍白 以后别做傻事 另外 我月底就要搬家了 你也早点回去 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他听后 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下 我叹气 回了家 大约八点多 我听到陆成锋的声音 他在敲柳如烟的门 敲了很久 柳如烟终于开门了 自从陆成锋出现的那晚后 就没见过柳如烟 他们二人之间 后续发生了什么故事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月底 我如期搬家 如此 又过了一个多月 我突然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电话里 柳如烟哽咽地说 那天晚上给陆成锋开门后 喝了一杯他递过来的水 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陆成锋睡在身边 天哥 我真的好恨自己 那天我不该开门的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后来我怀孕了 医生说打胎的话 我可能再也不能生小孩了 我和陆成锋结婚了 半个月前 他没经过我的允许 把我爸留给我的一套房子 给抵押出去了 他做股票欠了很多钱 其中有一百多万是高利贷 原来他一直是想利用我 基于我的房产 天哥 我真的好后悔 为什么当时我会那么傻呢 他气凉地抽气着 我默默地听着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转眼一年过去了 邮箱提示有新邮件 打开后 是柳如烟发来的 天哥 我和陆成锋离婚了 房产也要回来了 我已经买好飞机票 下周就去国外 和我爸一起生活 继续留在这里 我怕会崩溃 怕止不住地想你 他再一次做傻事 这一去 恐怕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谢谢你 陪我走过了七年的时光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但最后我却把你弄丢了 我最爱的人 请你一定要幸福 全文婉